画面右边这辆白色轿车 先是应急把乡型车给撞开 接着又要回转撞上执行小货车 货车瞬间摇晃 车头上的桶装水全掉落 就像保龄球般滚落一地 警方从国道三号就加速油门 猛追这辆脏车 一路从芳疗追到内浦中正路 最后嫌犯在车阵中连环撞才停下 波及无辜货车驾驶 然后我就刚好撞去左边那个大车那边 突然转过来 你说实在根本也来不及反应 远景将车内嫌犯拖出来压制在地 借乎送医 四五十桶的桶装水瞬间滑下车 在路面上翻滚的场面惊人 也一度造成车道无法通行 民众都好奇为观 不过有的桶子因此破掉水漏出来 损失恐怕也不少 证明偷脏车嫌犯被胆 要面对的不只是刑责 水公司恐怕也会对他求偿 记者张春华评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这样的 对这种感谢 王傑